今天市場這個社會局 那是不是有談論到有關於重陽淨老金的問題 因為您上任的時候有說要恢復是1500 那明年長輩們頂得到嗎 台北市議會已經通過了發放重陽淨老金的資質條例 我們一定會發放重陽淨老金 剛剛在會議當中也已經指示社會局朝向明年 就恢復發放1500重陽淨老金來推動 那至於發放的方式也請社會局 實際了解基層里長民眾的意見 然後做完整的評估 市長 因為之前柯市長有拋出過一個公式 是按照你們的稅計剩餘去調整那個數字 那未來1500是固定 還是說你們也會去調整的數字 基本上剛剛已經請社會局做完整的評估 我們就是朝向明年開始 就恢復發放1500重陽淨老金的方式來推動 那怎麼讓柯市長說 就是長者別在65歲你就退休不工作 否則要當冥蟲何時 我們都尊重每一位長輩他的生涯規劃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